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家在装修嘛 回北京到现在呢 就是发现你们可能会发现我录视频的背景可能经常会换 就是因为我们家在装修的原因 那么最近这些日子呢 我们家这个装修的事呢 也基本上告一段落 基本上 所以说呢 我就可以来我的新房间给大家录视频了 那么其实对于我来说呢 一个房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没别的就是桌子 因为你们知道 我经常要给大家录开箱 剪片子 剪电台 所以我对于桌子的需求太关键了 桌子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我就当时跟我爸说的是 装修这个桌子 就这房间里桌子的事儿 您不用操心了 我都已经想好了 我脑子里都有花面了 我就要这种工业风 长条的 空间很大 放着我的电脑 放着我的茶杯 放着我的摄像机 放着我的纸巾 一应俱全 就是压光黑 要这种感觉 就是工业风 我淘宝 说实话我都翻烂了 挑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 搁在收藏家里 我就等着下单了 结果前两天呢 我来我房间一看 我这个我爸给了我一个惊喜 哈喽大家好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他叫小风 这是我的新伙伴 也就是我的新桌子 小风 为什么叫小风呢 因为它正面非常的酷炫 有一个浮雕叫做一帆风顺 而且这个风水来讲呢 它一定要正对着门 一帆风顺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石木 知道吧 石木面积非常的大 面积非常大 而且我爸还非常贴心的给我准备了几个小配饰 比如说地球仪了 你看啊 我给你找找咱们在哪 咱们应该是在这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 北京 北京 然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绿盖的这个民国时期的这么一个小台灯 亮不了 小台灯 那么 那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 朋友们 这个桌子 小风啊 我的地球仪好兄弟 小金 以及我的台灯小绿呢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呢 都会陪伴着你和我 对 没有错 但是呢 我也加把劲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桌子送给谁 然后呢 去收藏家把我这个心仪的亚光黑工业风桌子买回来 不过 这桌子其实挺爽 因为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大桌子 你知道吗 诶 呦 混个 这桌子 哈哈哈哈哈哈 糟了 哈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我是Sky王 让我今天视频的不要提哪儿 有所了解的 哈喽各位 那么在进行了一堆所谓的小花絮之后 咱们终于迎来了本期视频的正题 也就是球鞋开箱 今天这双鞋是我2021年收到的第一双鞋 给大家看一下 巨沉啊 这个大家伙你管它叫保险箱也好 旅行箱也罢 其实这个你一看化学制品 反了化学制品 这个呢其实就是来自于CRH4的子品牌 CAMERAS CREATION跟A6的第二次合作 因为其实早在19年10月份的时候 我给大家开箱过他们的第一波合作 还记得吗 那个CAYANO对吧 CAYANO CAYANO5那双鞋 这是第二波合作了 这个是我今年收到的第一双鞋 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那双鞋 此时此刻我手里拿这个呢 是他们这次合作的亲友限定版本 就是说帅 刚刚那不是放屁啊 是我刚直接不小心滑到这个箱子了 OK各位我们来打开它看一下啊 走你 除了鞋子和配件以外 还给一张小卡片 上面写的是这个 Deer Sky王 CAMERAS CREATION再度携手 A6发布 All Court Alpha L联名鞋款 以及运动服饰系列 欢迎来到化学高校 让我们从实验室到篮球场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在我手里拿这个鞋呢 实际上是一双篮球鞋 OK各位 那么此时此刻在我手里拿这双鞋呢 实际上就是这一次CAMERAS CREATION 跟A6的第二次合作啊 在我手里了 这双鞋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好不好看 如果觉得好看 可以扣一 觉得一般的 可以扣二 这双鞋我简单的聊一聊 就是我对这双鞋的一些看法 首先呢 你们知道我在19年的下半年 不是有做A6跟这个CAMERAS CREATION的 第一次合作吗 就是他们出的是Ciano5 在19年年底的时候 那次合作呢 其实在我心目中 远没有这一次合作给我带来的冲击感强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第一次合作吧 它确实 CAMERAS CREATION 就化学制品 它确实是加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 以及品牌的概念加到鞋子上面 但是我觉得Ciano5这个鞋型我真的不是很感冒 就是你们知道就是跑鞋 慢跑鞋复古跑鞋 他们不会 他们不是经常会加很多 在鞋面上加很多层次感啊 加很多小细节啊 这开个天窗 这多一层布 这弄个patch 这弄个小交叉 就是有很多这种嘛 就是有的弄的好看呢 你就会觉得它很有层次感 很细节很多 但是我觉得那双鞋给我的感觉还是有点乱了 就是那鞋型本身啊 所以我对那双鞋型不能说不喜欢 但是真的不是特别感冒 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一次 他们第二次合作这个照片的时候呢 我一下就是感觉 被击中了 真的被击中了 帅 真的帅 我就是这个鞋 我就不会有人觉得不帅吧 不会吧 就是他们一共有三个颜色啊 市售版本的 白色 还有一个全黑的一个配色 与此同时 他们还有一个亲友先定的版本 是蓝黄色 这时候就有那些好事的观众说了 SKY 你刚刚不说你这是亲友先定吗 你怎么拿一市售版本啊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呢 我喜欢这白色 行吗 我喜欢这白色 这市售版本这个白色 确实有一说一 我感觉确实是比蓝黄色的要好看 但是咱那箱子 对不对 咱那箱子亲友先定啊 对吧 懂了吧 懂了 讲回那个鞋 当时我看的照片 有三个颜色 与此同时呢 第二个 就是它的鞋型 我当时看的鞋型 我老实说 我心里颤了一下 为什么 因此该往 是一个有情怀的少年 有情怀少年 我看过灌篮高手啊 知道吗 你知道櫻木花道穿的是乔一 穿的是乔六 刘川峰穿的是乔五 三井寿那个永不放弃的男人 他穿的是这个 A6 对吧 他穿的是A6的篮球鞋 当时我真的以为 就是我当时看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个鞋长得也 推向了 我真以为他是拿三井寿那个 好像叫TBF707 对吧 我以为这个是TBF707 结果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不是 那讲回 讲到那个鞋呢 其实TBF707这个鞋 它又名叫金太阳 为什么叫金太阳呢 因为三井寿当时穿那鞋 logo是红色的 鞋面是白色的 但是在鞋帮的位置呢 它有一个烫金的 日本国旗子 那么一个小标 所以大家都细称它是 昵称嘛 叫金太阳 那么我手里这个 All-Course R4L呢 跟那双鞋呢 其实不是一个鞋型啊 它也是90年代所推出的 一个篮球鞋 所以说不管是707 还是All-Course R4L 这两双鞋 而且它们的用途呢 都是在篮球场上 所以当时我看的鞋型 也非常吸引我 因为虽然不是一个鞋型 但长得很像 长得很像 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好看 就整个给人感觉很清爽 很简洁 再加上这个白蓝配色 就感觉很百搭 就我有一种 想天天把它穿脏穿烂的那种冲动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喜欢它的 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也是比较以人注目的一点 就是刚才我有说 它的颜色很清爽 这个鞋型很简洁 但是你看到它的正面 有一个超级大的 一个A的这么一个patch 放在上面 它应该是绑在了鞋带上面 与此同时其实在箱子里 刚好拿出来了 它有一个蓝色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两个落在一起放 也可以换一个换成蓝色的 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是很简单的颜色 很简单的鞋型 突然来一个超级给你印象深刻的 很夸张的一个 我都觉得对不起说脏话了 我就觉得这鞋真的太帅了 就是真的太影响深刻了 所以当时我在纠结我到底要黑色还是要白色呢 最终我还是选了白色 当然很多人喜欢黑色 这就是这个鞋 我喜欢它的三个原因 那么与此同时 这双鞋还有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它的鞋舌头上面 有印着这个A6 还有化学制品 然后后跟的位置 也有这个化学制品的字样 刚才我在这个鞋里还找出了个钥匙 这钥匙应该是开那个保险箱 对 这是这双鞋 其实还有一点特别逗 就是在我19年不是录Ciano5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他们其实有加入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盲盒的一个概念 他们有在每一个鞋盒里放一个小的一个袋 那个袋里装着各种颜色的鞋带扣 好像是有四五种颜色 而且每一种颜色它有一张图 就是说每种颜色你抽到的几率都不一样 有那种超限量的也有那种特别容易就能抽到的 当时我抽到了一个什么色 我忘了 好像灰的吧 反而那个颜色就是很不限量的颜色 而且就是我不太喜欢 我当时还想穿腾Max也买一双这些 我去偷它的鞋带扣 登山扣 那么这一次 他们也加入了这个概念 这一次的东西是PIN 这个PIN你可以拆下来之后别在鞋带孔上 很有意思 这个PIN一共有五个 分别是化学制品四个字的小PIN 以及一个橙色的篮球的一个PIN 一共五个 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橙色篮球的小PIN 我觉得本来就是篮球鞋 对吧 你再弄一个橙色的小篮球 我觉得很帅 咱们来打开看看咱们的运气是如何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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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化学制品的画 是化学制品的画 行吧 我把它别在这个鞋子上 其实还挺好 因为它化学制品 这四个字每一个颜色都不一样 如果我真的抽到了除了画以外 剩下的三个字 那颜色都不一样了 不协调了 我就想要蓝色的 那么总的来说 这双鞋 我觉得作为我2021年的第一双鞋 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真的是好鞋一双 无论是从它的配色 还是从它这个鞋 就是这个patch这个设计 还是说是从它这个鞋型 我觉得都异常的摆搭好穿 而且很有想法 而且现在不是特流行 那叫什么 web小子吗 web you know 这鞋太适合web小子穿了 虽然我不是web小子 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是一双好鞋 非业配 这真的是2021年我收到的第一双好鞋 非业配 我为了证明这期视频不是广告 非业配 我再把我索康尼拿出来 这双鞋也真不赖 我最近老穿这鞋 这鞋真不赖 我刚回家我就是因为没开灯 一看我这鞋鞋底不亮夜光 这鞋也是好鞋 我不知道这鞋大家收没收 真的没收的 赶紧收一下这鞋真帅 这个真帅 当然了 这个all course R4L也是好鞋一双 好吧好鞋一双 都是好鞋 那么差不多了吧 一帆风顺啊各位 一帆风顺 我结尾为了祝大家一帆风顺 特意来这个小峰这门口这录的 那么这大概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死干王的话 不妨一键三连 懂得自然懂 那么我是死干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